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不知道我们到礼拜堂 敬拜上帝的心态如何 很多人敬拜上帝时间久了 就却成为一种习惯 好像失去了热情 也不会期待珍惜敬拜上帝的时间 现在终于一本诗篇122篇第一节 这样讲 有人对我说我们到上族的殿雨去 那时我多么兴奋 所以原本到上帝的殿雨敬拜上帝 应该是喜悦的 充满期待的 好像与情人会面约会的感觉 可惜往往信主耶稣一段时间 可能祷告为我们上帝垂听 或是感受不到上帝的灵在 所以当有试探灵到的时候 无法坚定相信而失望 陷入了低潮 当然有很多原因 我们使人无法很兴奋来到神面前 但是当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圣灵临在 是很难兴奋的继续敬拜 在礼拜当中 与惠众一停唱诗歌时 却不想唱 听讲到好像也没有任何共鸣 没有味道 但是我们看到诗篇122篇 诗人他是很兴奋的前往圣殿中 而且他发现不只只有自己参与敬拜 诗人见到各方各族 以色列的百姓不分哪一个支派 都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欢喜快乐的敬拜 但是四周围的人 他们是如此兴奋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感谢 这也会彼此来感染 感受到那样的喜乐 所以有些会友他们觉得很奇怪 唱同样的歌曲 为什么在一个教会唱 是如此的投入 觉得很感动 在另一处聚会 好像没有什么感受 当然我们不是说 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那些带领者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愿意 亲近神的心 放下自己的成见 可能我们是一个躯壳 在那来敬拜神 愿神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 进入真实的敬拜